传说中有一把神兵力气 得到它的人将会感受到无与人比的威力 这把神兵力气的名字是 奥剑 现在网易游戏真的越来越进步 神方效果也不输给MMORPG 像这款由中国困难在线研发的网易游戏奥剑 耗资超过6000万元开发 到到处最华丽最壮阔的不小心世界 看成目前游戏之最 大家别以为奥剑是款网易游戏就小看它 其实奥剑非常丰富 游戏是以经由小说中的射雕英雄传 以神雕侠侣为主轴 小说中的主角人物 像杨过 小龙女 黄钥匙等都会在游戏中出现 小说中的经典场景也得到玩家造访 而美人美奂的游戏场景 也造出壮阔的无瑕风格 很难想象这样华丽的游戏世界 竟然是以网易游戏的方式呈现 由此可见奥剑制作团队的创新 而奥剑的游戏内容也不含糊 玩家一开始能选择少林 全真教 古墓 桃花岛等四个门派 选择喜欢的造型 进入游戏中就可以看到 好多人聚集在中南山 真的好大规模的游戏啊 而随着引导完成升级任务 也慢慢了解奥剑的全貌 这个奥剑世界以南搜莫名为主 由向阳城为中心向外延伸 而且很方便的是 只要点选地图上的位置 就会自动引路到达目的地 非常方便 其实奥剑里面 处处充满制作团队的细心 除了每天登录给的好礼大放松之外 确实都有方便的指引 让玩家在奥剑的世界不会无所适从 甚至还有方便的挂网功能 让玩家打怪练功更轻松 此外游戏的升级也非常丰富 打透身体上的各种奇迹八脉 能让功力大增 还有各种武学境界让玩家层层锻炼 其他还有武器冶炼系统 道具合成系统等 甚至连自己的做起也能去马场捕捉 跟着一起提升等级 起码打仗跟威风凌凌啊 当然玩家也能跟好友结伴 一起闯荡奥剑无瑕世界 玩家还能选择随时查看好友动态 一起组队冒险 不同的队伍还会有不同的阵法运用 甚至还能组成帮会 培养团队势力哦 奥剑也提供广大的游戏世界可冒险 就像是襄阳城 中南山 桃花岛 牛家村 绝情谷 等小说中的场景 等待玩家来闯荡 带来小说中的反派人物 像是决心谷主公孙芷 刁满的郭福 恶劣的赵志敬等 都是难缠的头目 等待玩家来挑战 所以说玩过这款奥剑 也对金庸小说有不一样的新体认哦 谁说网易游戏只能简简单单玩 这款奥剑绝对颠覆玩家 对网易游戏的刻板印象 华丽的视觉画面 丰富的内容 壮大的剧情 让奥剑开创网易游戏新视野 不让我错过啊 优优独播剧场——YK